这位仙仪同学呢和刚才的一号林洪汉宝贝 也是来自同一个家庭 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爸爸妈妈 以及他们姐弟两个对我们活动的支持 他们每一年都来参加我们的各项比赛 而老师也看到他们在我们的比赛中一次一次的成长 他们的华语讲得越来越好 希望所有的同学和家庭都可以像他们一样 积极地参与我们的活动 那现在就请宣医同学开始演讲 老师同学们 老师同学们晚上好 我是爱德伯乐语文学校U.E.校区的学生 我的名字叫林宣医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 我多想变成一阵风 新加坡的天气每天都是那么热 一点风都没有 只是太闷了 我多想变成一阵风 可以到处去 一场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的感受 春天里 我会吹这个暖和风 把冬天流下来的雪融化 我在冬天中熟睡的生命唤醒 鸟儿在叫 花儿在笑 松鼠跟白兔到处跳 我这春风把大地吹得热闹起来 夏天炎热 我这下风当然要吹到最凉快的海滩去 阳光真强烈 我轻轻一吹 让白云未完所终的孩子们挡一挡太阳 海滩上 我把海水吹得浪花飞溅 跟小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秋天是道别的季节 我这秋风也带着离愁连续 曾经跟着千篇夜 飘进微冷的秋天 红的夜再分钟翻飞 阵线反为你的身边 看着同一片的天空 好像每一朵云都是对你告别的抱歉 在你脸上轻浮着的风 都带着一丝丝的撕裂 寒冷的冬天终于来了 冰冷的晚上正在笑着雪 风也吹得特别冰凉 孩子们躲在暖哄哄的被窝中 总是软着要再多玩一会 我在窗外一口气把整个夜空吹得 雪花纷飞 孩子们看得兴奋 我也觉得快乐 我这趁风做得真有意思 我的演讲讲完了 谢谢大家 小颖老师 刚才